Hello 大家好,又到了7月20日的星期六晚的桑普論證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桑普頻道,留言,分享,訂閱,youtube,patreon 看完廣告,看完影片,以及利用Superfans Function 贊助支持本營 我們繼續講一些關於 美國的新聞 我今天 希望試試將我的 片段的長度壓縮 可能如果就算是一個大題目,講兩解的話 都分開兩個不同的節目 看看 大家的受歡迎程度有多少 做一點實驗,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們這次會講關於 川普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威斯康辛州,Milwaukee 在7月18日RNC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所發表的這番言論 我會回答一下對台灣的一些 重點 對中國的政策 凡斯納瓦羅又說了些什麼 還有這個 經常都期待的 蓬佩奧 也放著 這個川普 蓬佩奧也發表演講 看看有什麼新的說法 我們第二節再講講 一個大家關心的題目 就是拜登會不會退選的問題 我先講給大家的結論 就是 不回 為什麼 中間發生什麼事 我們第二節講 我們這次先講關於 回顧一下關於 7月18日RNC的一個內容 他當然是 獲得總統提名 發表93宗 史上最長的 提名人 nominee的演說 過程中 特朗普 很多網友說 不要說特朗普 以為我是特朗普 我絕對不是特朗普 我只是覺得是他的支持 不是他的粉絲 粉絲就是 你做什麼都是對的 絕對沒有這樣的事 特朗普 他是掃諸 我就講特朗普 特朗普是掃諸 於柔情 一開始我想 起碼半個小時的時間 都是語調非常平和 和緩的 講回他一個 非常不想講的事 希望再講一次 不希望再講第二次 因為非常痛苦 講那個 就是 在賓夕凡尼亞州 不留發生的 槍擊事件 那麼 在後期 就是他是 去前面 親吻這個 Cory 不幸身亡的 義務消防員的 這個 頭盔之後 當然回到這個地方 就更加 顯露他尖銳的本色 後面的階段當然是 斥責 拜登政府 執政失利 全程都是 通常用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我記得 說過拜登 應該說過拜登 這個字應該 起碼兩次 但是基本上 都是延續 對於他 現任政府的 批評 不是 我選來做什麼 拜登做得好好的 他也不需要選 所以他一定不會 講出他 參選的原因 就是拜登的 失策 失利 但是他不會用 Sleepy Joe Crooked Joe 那些 用 說笑的方式 氣弱別人 基本上是沒有的 但是他批評 就是一些 Pelosi 暗訓他是很狠的 OK 他用很多種比喻來講 但是對拜登來說 基本上是放他一馬 一 拜登親自慰問他 他覺得這個 起碼是一個好人 第二件事就覺得 在這方面是好人 OK 我不是說全面 在這方面 他會做人 另一方面 就是他認為拜登 基本上是 現在都基本上已經 輸硬了 在我第二節會講到輸硬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已經不是對他幾前 而是他以前做過的事 是整個民主黨都要埋單的 這個不只是拜登的問題 不只是拜登和哈里斯的問題 而是整個民主黨的執政團隊都需要埋單 他也都將矛頭對上中國 還說這個COVID-19是中國病毒 這個大家都知道 他再說一次 全唱鼓掌的 很多左膠 我知道 尤其在美國 有一批左派人士 認為不可以再說中國病毒 否則 我這些華裔 的美國人 怎麼辦呢 我覺得這件事 對他形成一種歧視 會形成生活上的壓力 我想這些講法完全 第一 毫無根據 第二 沒有實際例子 為什麼你說中國病毒之後 看到你這個 香港人面孔 你就是那個virus 是不是這樣指著你 第三 沒有這樣的實際案例 沒有這樣的前世 也沒有現在案例 第三 記住這叫中國病毒 或者叫中共病毒 我根本上不認同自己 中國人 怎麽就隨你講 你不是越南病毒 伊波拉 日本腦炎 德國麻疹 香港腳 你什麽時候 你說過半句閒話 跟著中共 你不可以叫中國病毒 整班中國人 華人 左膠 一起起控 就說不可以叫 China virus 你有沒有搞錯 你這樣香港腳 是不是不准說 伊波拉 這三個字 是不是不准說 伊波拉 歧視非洲 德國麻疹 日本腦炎 喂 那怎麽不講 是吧 武漢肺炎 怎麽不講 中國病毒 怎麽不講 我相信這班人 左獨上腦 毫無上色 不知所謂 中共做了中共 快樂而不以為恥 這個真是不知所謂 那麽我覺得歧視不是這麽就是歧視 這麽是講 他認為的 通俗的 人家不明白的話語 這個病毒就是由中國起源 Full Stock 不要再跟我說一些 虛無主義相對主義華爾論 這些我完全是不收貨的 OK 特朗強調未來在他領導之下 美國將會再次受人尊敬 沒有國家會質疑我們的強大 沒有敵人會懷疑我們的力量 這就是美國的精神 很多人就說 美國的總統要為全做全世界的警察 荒謬的 怎麽可能這樣 第一你給錢他 他都沒有那麽多的能力做 為什麽要做一個 超級世界警察 干預世界上所有自由民主和專制的鬥爭 那麽 以前 當日 怎麽樣 去對卡達菲 怎麽樣 去對利比亞 造成什麽局面 再講再之前 這個 科威特那件事 你說可以挽救什麽 挽救不了任何的東西 伊拉克 伊拉克2003年 小布殊出兵 結果是什麽 換來什麽的情況 你說 關於拉登的 他的武器是怎麽來的 阿富汗戰爭是怎麽出現的 各位 如果在每一個外面的戰爭 美國都要過度干預 基本上不同 美國要干預什麽 干預一些 和他的國家的核心利益有關的戰爭 譬如越戰並不是他的核心利益 這些不應該干預 有些地方做錯了 到老门的時代 讓出整個中國比了紅色中國 結果搞到怎麽樣 很清楚 所以美國做了很多錯誤決策 由1945至1949 司徒雷登 杜魯門 尤其是杜魯門 讓出整個紅色中國 變成了 中國共產黨的禁聯 OK 一直去到 這個 1970年代 就是 這個對於中國共產黨的 中國共產黨的 談判 乒乓外交 尼克遜 這個基辛格 他們怎麽樣去乒乓外交 去簽這些 讓台灣 退出聯合國 之前當然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等等的東西 這些全部的東西 我們都會覺得非常荒謬 這個去到 這個90年代 被中國加入 WTO 這個就是 克林頓的敗跡 所以 三大敗跡 是整個美國 對中國的 誤判 對整個亞洲局勢的誤判 OK 而這個誤判 現在美國要怎麽去收課呢 是要專門針對 跟美國核心利益的東西去處理 譬如對於 烏克蘭 他不是核心利益 就不要去處理 調停停戰 對於台灣來講 是核心利益 那你說 你在台灣 你說自己核心利益 你不是在烏克蘭 我不是這樣看 你私下從美國角度 不是從我角度來看 你從 美國角度來看 烏克蘭和台灣 哪個核心利益多些 你自己想一想 OK 誰對美國更重要 由晶片 日本韓國 航運 到整個 防倒中國 這個最大威脅的國家 誰是最重要的利益 你自己問自己 那你台灣不就很幸運 沙普你很幸運 是真是幸運 我說這個就是 luck 這個fortune 承認他 我不是一個烏克蘭人 要烏克蘭真是不幸運 那你誰叫你自己在一個地方 不在美國的地緣 的範圍裡面 這個就是 我想從美國角度是這樣 該出手時就出手 誰說的 凡斯說的 以前 特朗普 當政之後 如何對付 ISIS 很清楚 因為ISIS 威脅到美國的核心利益 多少美國人被他捉了做人質 他要殺了這個 蘇萊曼尼 就殺 說殺 就殺 OK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美國的 基本的立場 不是不干預 而是不要做世界警察 不要輪入 犯干預主義 有很多人就說美國今天就孤立主義了 錯 你看看有很多新聞報導 比如說《華爾街日報》 《AP》 即是《美聯社》 《法新社》 《路透社》 全部美國是搞孤立主義 荒謬的 他說這個 凡斯 或者叫凡斯 就是這個 孤立主義的代表 荒謬絕倫 什麼叫孤立主義 世界上什麼發生什麼事都不理 再說多次 在這個 RNC的演講裡面 特朗普已經講到北韓 他會繼續交往 他和各國會維持外交 如果孤立主義就說 基本上不需要外交 你什麼事我都不理 總之我呢 只是看回國內事 這個孤立主義 加關稅 保護主義 完全和你們 不希望有 聯盟 或者派兵在哪個地方 將那些第七艦隊 第什麼艦隊 全部收回美利堅合中國的水域裡面 這是孤立主義 門羅Doctrine Monroe Doctrine 門羅的原則 這個就是 當時的情況 但現實是不是這樣 不是嘛 No 所以再不要給這些大風向 美國是會干預 一些和他核心利益有關的東西 那至於什麼叫核心利益的話 其實這要和地緣政治學 Therapolitics 和美國核心的 政治 經濟 軍事 社會 文化的利益 很有關係 有些地方不是的 就沒有的 OK 那這個香港是不是這樣 現在不是 未來很難說 現在沒得救 未來很難說 因為中國 中國是美國的最大敵人 香港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 撤入點 所以 任何事都可能發生 不要放希望 所以我經常這樣說 當習豬頭 一瓜老襯 共產黨分崩離析 又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 這樣的情況之下 很可能香港的局勢都要準備好妖做改變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 我說笑 這些是隨時可以發生 特朗普 即是特朗普 特朗普 開場 先以平和的語調 接受黨 提名參選 他說我們的分裂 不和 必須 我們的分裂和不和 必須盡快獲得治療 作為美國人 我們由單一命運 Single fate 和共有的天命 所為 我們要 要不是一起壯大 要不是一起瓦解 要不是向上提升 要不是向下沉淪 我是為了整個美國競選總統 而不是為了半個美國 因為贏了半個美國根本就不是勝利 因此 今天我秉承信念和奉獻 驕傲的樣子 自豪的樣子 接受你們提名我為美國總統 這就是非常鏗槍有力的 平和有力 而且能夠 得到全場鼓掌 談及槍擊事件心路歷程 他說 如果不是我在最後一刻 一刹那 轉頭 殺手的子彈就會完美地命中目標 這樣的話 我今晚就根本不會出現 我們將無法 相聚在一起 我能夠在這個地方 站在各位面前 完全歸功於全能上帝的恩典 我知道我在 Facebook上貼了一個post 我就是感謝神 然後竟然有很多左膠 在他們自己的地方 不斷地批評我 說這些好笑的批評 感謝神 我想 那麼 第一 對人有基本的憐憫 第二 你要去諷刺 嘲笑 氣弄我 說我是什麼侵憤 或者你不要說我侵憤 或者是Trump的supporter 覺得是個好笑的事的話 我就說 大土能容天下難容之事 笑顏常笑天下可笑之人 罰計是吧 但是 這句話 是很切中肯興的 今天 有很多人覺得 對於信約是一句笑話來的 我只是這樣說 我希望他能夠悔過 也希望他能夠有一天回頭 我也都沒有必要在一個地方 罵任何人 我也都不是哪一位 我便宣誓 也希望大家知道 我沒有責任去救全世界所有的人 但是我有 權利 去說出我 真心相信的說話 你喜歡聽的 那你就不聽了 你不喜歡聽的 那你也當然有權去批評 但是這種這樣的 毫無理據的指責 一些所謂善情的 或者一些所謂的 說法 我認為是相當 是 沒有禮貌 OK 那你在網絡上面 沒有禮貌 留個假名 那你以為 可以逃得過上帝的眼睛 其實最後還是不行的 但是我覺得 我是完全這樣覺得 要告訴大家 這些人 不需要和他聲討 公討 甚至要去討伐他們 因為 鄉上提升 和鄉下沉淪 只是你一念之間 OK 特朗普是宣揚 任內經濟政績的時候 幾次提到 中國找到的成就 他說當時我們 痛載了中國 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 他們自己都清楚 我們 會再做一次 而且會做得更好 哇 so nice so nice OK 特朗普承諾 會在上任第一天 終止電動車發規 day one 拯救美國汽車工業 他覺得這些電動車發規 基本上通過 巨額的政府補貼 去實現一些 不可能 達到的 不符合市場經濟發規的夢想 電動車的 出現 我們不是全盤 扼殺 No 你看Elon Musk 他是Tesla 最大的電動車公司 但是他都會支持特朗普 為什麼 他不是扼殺電動車的發展 而是希望 不要透過 補貼的方式 去使用電動車 處一個 極度優勢的地位 擠壓了傳統的汽車工業 要不是大家一起 平等的 市場規律的情況之下 去競爭 OK 他提到中國在墨西哥建造大型汽車工廠 將汽車通過 中而默默 再生產汽車 消亡美國其實是中資的公司 他說這些都沒有徵稅 完全沒有 他說要要求 汽車工廠設置在美國 由美國人運作 如果他們不同意 我們就會對每輛車徵收大約100% 至200的關稅 他們的車將無法 在美國銷售 這一點我們稍後會講到一個基本概念 特朗普認為 他和中國達成的 可能是最好的貿易協議 按照這個協議 他們採購了500億 2018年的時候採購了500億 美國的產品 他們過去什麼都沒有買 現在 其實貿易協議是2020年的時候定立 其實2018年貿易協議是500億 中國貨25%的關稅 但是over the time 通過2020年第一次的貿易協議 其實都不知道有沒有第二次 早知那次的貿易協議之後 沒有壞 起碼買了500億美金的產品 他們過去什麼都沒有買 現在買了500億美金 多謝閘豬頭 他們必須如此 但因為 中國病毒武漢肺炎的緣故 我甚至不知道 怎樣去談論這件事 所以基本上關係變壞了 因為中國病毒所發生的事 事實上我們根本提都沒有提 至於其他政策方面 Trump就宣稱 就任之後 將會關閉邊境 完成第1個任期裏面建造的美墨邊界為難 終結非法移民危機 立即終結穩滅性的通貨膨脹危機 就是我經常說two eyes 就是inflation and immigration immigration的缺回illegal 降低利率 削減能源價格 Trump在演說中沒有談到棘手的墮胎權的問題 也沒有提到 2021年1月發生的國會山莊的騷亂事件 甚至也沒有提到拜登總統的名字 只是多次講 很少講的 講一兩次 多次提到 前政府 就是previous administration 但依舊主張他2020年的 總統大選是RECT的 基本上是 武蔽的情況之下 所出現的結果 當然 很多事實查中心 說他講什麼錯 我想事實查中心 也要針對 拜登說的話 逐個查看他有沒有錯 OK 第二件事就是 這些錯是不是關鍵的錯 是一個非必要之點 其中一個錯是什麼 他說美軍遺留 阿富汗的軍備價值 事實上是70億 而不是850億 第一就是看怎麼統計 第二就是 就算真的是70億 而不是850億 這個是非必要之點 問題的重點是什麼 先撤軍隊 後撤平民 先撤軍隊 武器不撤 這個才是 阿富汗2021年 拜登亂政的最大的根源 而這件事觸發到什麼 普京 習近平 看輕美國 密謀商議 2022年的2月 初協定 你攻這個沃蘭 之後習朱攻台灣 接著2月22日 爆發訪好戰爭之後 失利 結果就是習朱 先不要搞那麼多 而俄羅斯到現在都在打這場 困獸鬥 這個就是 整件事搞到今天 而這個 拜登 又不是速戰速血贏 又不是簽和平協議 又不斷磨磨磨磨磨 磨到最後 全歐洲都視俄羅斯為頭號對手 For what 你說不是 你問 這班這樣的國家 制裁哪個國家最狠 最多的 我只講一個制裁sanction 你制裁中國多些 還是這些國家制裁俄羅斯多些 是不是 這些人 見習近平 可以很衷心地見 見不見普京 好基本 G7 等等的東西 OK G20 有沒有侵他玩呢 所以我不是說這些 大家看得到 整件事 完全 扭轉了 而整件事 是坦的狀態 而這件事 非常壞 OK 我不會認為拜登 是做一個 非常 我認為拜登 不合格的 OK 你說是不是 好像川普說 把所有 十個最壞的總統 都沒有他那麼厲害 我不做這些統計了 我只是說 他其中一個 我在有生之年 看到很壞的總統 他跟卡特比 其實都差不多 OK 而且可能更壞 最近他發生了很多很多的事 希望大家都明白 這件事過後 也知道 在一個演講裏面也說到 他要將一些提示 免稅 例如你們在美國吃東西 例如我在美國吃東西 通常都是給15%至20% 可能更多的提示 那麼 起碼15%的 15%至20% 還有一個提示 你給20%的提示 那通常就是 高一些很多的 撫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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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些 Waitress 他們拿的 這些提示 基本上是 靠提示來過活的 他們的底薪很低的 最低工資 然後就靠這些 提示去過活的 那你給提示越多 他越開心 所以提示 其實是必須要給的 你不給他 他根本上 等於他白做 那跟著 這些提示 現在是當成salary 很多國家基本上當成salary 特朗普的說法就是 以後這些提示的部分 是不會去扣稅 變了對於一些 即是 工身族 低身的人士 是相當有利的 OK 好 那麼 特朗普的這一番 這樣的說法 我們都聽得很清楚 而是 我們都知道 在這個 撫擊案之後 特朗普會繼續他的行程 那麼他第一場造勢的 就會在 這個剛剛 在20號 就是在 稍後的時間 因為我現在有時差 他會在 Machigan的 Grant Rapids 墨西根州的 墨資根州的 大急流城 舉辦這個競選集會 這個不單止是 川普13日 被暗殺未遂之後 首場造勢 他跟副手 范斯 第一次合體 拉票 近期飽受 維安不力的 批評的 美國 秘勤局 秘密 勤務局 Secret Service 也尋求 當地的執法部門 Grant Rapids 他是secret service 局長 不滿水漲船高 要求Kimberley 為特朗普被射箱 辭職負責 特朗普在這次的大急流城重返 競選活動格外受到觸目 鑑於13日 賓夕凡尼亞洲 Milwaukee槍擊事件在戶外發生 這次活動場地由露天 轉移到更容易保護的室內場館 而且預計之後 不會再舉行室外的集會 因為可能有無人機的問題 因為據說 所謂Thomas Matthew Crookes 是有無人機 基本上看完整程才能射擊 又說他看上了什麼 咸片網才能射擊 這些調查現在進行中 很多消息有 leak out 所以就不可以戶外集會了 因為無人機的 drones可以變成一個 攻擊性的武器 當地警方表示他們在最後一刻 收到被勤局的請求支援 計劃派50至60名警員前往會場 同時跟聯邦政府機構合作規劃當日的活動 有共和黨籍肯特郡的郡長 Walter Budiak表示 他會參加這場集會 要現場安全人員配置 將會令人難以資訊 Incredible 很多人都在這個地方 維安工作會滴水不漏 那麼我們 天氣宴 觀其行 同時 在槍擊事件之後 特朗普的幕僚和被勤局的緊張關係 都不斷加劇 我想這些事我就先不說這些 因為肯定這些事都是繼續爭的 但是我想 不斷有很多人搞 Conspiracy theory 或是這個 整個被勤局 都是secret service 都是受這個 深層政府收買 所以買空 買空不了 所以又殺了這個 Thomas Matthew Brooks 我們很多東西 我覺得 我沒有證據 我沒有這麼說 要調查完 我們才去 處理這件事 現在所流出來的資料 看來就暫時 未可以去判斷 是一個 所謂的 Deep state 或者 民主黨 或者拜登 或者他們的團隊 故意去暗殺 Trump 我覺得這件事 沒有根據的說法 我只是說 去到今天 我們說 已經是一個 孤狼 孤鳥式的情況 是有 但這件事 誰得利 誰失利 很清楚 那你當然 現在Trump 是得利 拜登是失利 你射失敗了 結果就是這樣 我想是 上帝之手 保佑了Trump 如果你要說 我感謝神 說得不對 還要到處 Cat我的Facebook 罵我的 我只是跟你說 你要面對的 是你自己的良私 和 對人的憐憫 和對上帝的審判 就是上帝對你的審判 這是基本的原則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知道Trump 會繼續 努力 他雖然傷了一隻耳朵 但依然 都會做到最好 他都看到 這段時間的努力 是相當大的 同時他都跟 烏南總統 澤倫斯基通過電話 承諾要透過談判協商 來終結 俄烏戰爭 那麼大家擔心 會不會俄烏戰爭 會結束呢 我覺得 不用擔心 一定會結束 但結束是怎樣去處理呢 澤倫斯基 表示他都通過電話 也就美方的軍援表示感謝 他在X的鐵文裏面 沒有提到 終結打這場28個月的 戰爭所做的努力是怎樣 所以大家都秘而不孫 因為未上任 說多都無謂 Trump 先前表示 如果他在今年11月5日 總統大選中勝出 他甚至會在明年1月上任前 就結束俄烏戶 他說如果俄國 2020年2月 派兵進入烏克蘭的時候 他再任的話 這場戰爭根本不會發生 而他在Truth Social的社交平台說 我感謝 Jalinsky 總統的聯繫 作為這些美國下任總統 我將會為這個世界帶來和平 並結束這一場奪去很多人生命 摧毀無數無辜家庭的戰爭 Trump 說 俄烏雙方 將會能夠坐下來談判 達成一個結束暴力 並未繁榮鋪路的協議 Jalinsky 說 我們跟Trump總統 在同意在親自會談當中 討論哪些步驟能夠讓和平 維持公正 且能夠持久 這件事就是重要的 他在社交平台X表示 我強調了維護我國自由和多立 和重要美國跨黨派 和參眾兩院的支持 當然 是怎樣去做呢 有人說過 會不會是割地呢 會不會是怎樣去處理呢 是否韓志模式等等的東西呢 當然不是這個時間 不是一個 適當的時候去做 該出手時 就出手就行 即11月5日當選之後 才再說其他東西 現在 去講那麼多 貪口爽 講怎樣去結束這條戰爭呢 我覺得並不是一個總統 應該去做的事 你問我 我都講過 我上次的節目都講過 1953年的韓戰模式 不失為用方法 其實 事實上是割地 但是不會承認割地 而同時 保持一個停戰狀態 而這件事呢 是起碼能夠將 很多勞力時間費用 尤其是北約的軍費 在這個地方大幅減少 現在德國治的那些 割一半 他給北約的軍費 你記不記得 叫我 人家在美國貼錢 幫你買和平 而你自己 天天在罵美國 不知所為 所以不是就說 有班人 根本上是 亡因負義 今世上很多人 這樣 大家也知道 那麼 這件事呢 也都會成為了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同時 講一講關於 這個范斯 即是 J.D. Vance 他這位美國未來的副總統 是怎樣說 那麼他在 Trump 支持之前 也都講到 我們將會保障美國勞工的身私 並阻止 中共利用美國的公民 建設他們自己的中產階級 這個很清楚 勞工為上 而希望 最要緊要抗衷 他說我們 不會再迎合 一受救了華爾街集團 華爾街的企業 我們會忠於 忠誠於勞工的 那些背叛美國納稅人 慷慨付出的國家 不要再想踏順風車了 其實這件事是 最主要對歐洲很多國家 英國 法國 德國 這些國家來講的 也希望台灣 日本 韓國 警惕 我們將共同確認 美國最大的威脅 媒體有關 Trump 的謊言 與我們知道的人 有強烈的反差 就知道Trump 有強烈的反差 7月13日 槍擊案清楚看到他的為人是怎樣 亦是 大家心怕失去他 有強烈的反差 大家知道 他也是他的媽媽 Beverly Vance 已經解讀了 已經十年了 他也是兩相 當然Vance 很感謝他的外祖母 如果沒有他 他根本沒有這個 勇氣去做 海軍陸戰隊 所以之後 他進入耶魯大學的法學院讀書 大家知道 Beverly Vance 基本上在 Hewbilly Energy 流浪者之歌 亦都叫做 鄉巴佬的玩歌這本書裏 是說著這個鐵收帶裏 很多白費佬 他們的生活 大家經常用Racism 或者用性別 種族體問題 其實很多 白人 南方的白人 在那個地方 過著一些 很勤劍 亦都很 鬱結的生活 那麼這些情況我們是否明白呢 而這種所謂的鐵收帶的抹落 是為何會造成呢 中國搶很多生意 OK 所以這一點是基本的 當然 Bence 有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Silicon Valley 有五年時間 認識很多重要的金主 Peter Thiel 這個很多人說的 今天David Sachs 也是他重要的一個 人士 他在一個地方認識 Elon Musk 也是認識的 很多人說 他挖了這群Silicon Valley的金主 幫特朗普去注資 我覺得這件事 你不要以為特朗普不認識這群人 要靠Vance 這樣做 Vance只不過是 剛剛站在那個位 得到很多個榮光 Vance Peter Beale 我想是很關鍵 Elon Musk 我相信是跟特朗普有關 David Sachs 我相信是跟Vance有關 雖然他沒有局部的 無款的功能 但不是媒體誇張得那麼重要 因為特朗普認識這群人 第二件事 最重要的 就是 Fance能夠把鐵銷帶的基本票 從Pansylvania Ohio 到威斯康辛 到 Majigan 一帶的 這些 基本的鐵銷帶的 老公票 可以顧得到 而這些正正就是 搖擺州的州份 Ohio不算 但威斯康辛 Majigan 和Pansylvania 只要這三個贏得到 這場戰爭 這場選戰已經結束了 當然在整個共和黨的 RNC的大會裏 很多人都知道 CNN的這個 就算Van Jones 這些左派評論員都說 子彈難以擋住到 難以殺死川普 但病毒 擊倒了拜登 我甚至沒有 子彈打在川普的 耳邊 但 真正死亡的 是 拜登的政治生命 所以大家看到這是我們看到很有趣的結果 蓬佩奧 也是幫助川普演講 他說 會不會重返國安決策 甚至沒有他成為國防部長 甚至有國家安全顧問 大家拭目以待 我想這是他的職位不輕的 但他可以在RNC上演講 證明他肯定有 一定的 可能 成為政府的要職 他重提抗中保台的重要性 也是 重提他在2021年 取消美台一切交往的限制 這一點是他相當重要的政績 我們也看回 很多其他人 都紛紛致意 非常多的 說法 和應 副總統候選人 Fence的說法 Fence的說法是限制出口 增加最低工資 甚至 打擊很多鋪張車子浪費的問題 南卡州的眾議員 Nancy Mace梅斯 批評中國對外支持俄羅斯和伊朗 對內鎮壓中國的公民 拜登對於中國非常軟弱 芬太尼 在美國氾濫 中俄武器互相交易 非常不齒 很多年前的 眾議院的議長 Newt Jingrich 甘李奇也說過 拜登的問題 不是在於他的腦 也不是在於他的大腦 出現了什麼問題 拜登的最大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政策 和他任命的人 的無能 重返 修正主義 和讓 中共滲透美國 北卡州的州長 Duck Burgum 以前是三大熱門之一 成為副總統候選人 他沒有被著評中選 但是這位白骨姆 就是這個Duck Burgum 就是北卡州 北卡納卡羅來納州的州長 Governor 他是反對拜登的清潔能源政策 亦都是支持Trump 在這個 希望在AI和軍事競賽裡面 去勝利 當然很有名的Peter Navarro 曾經 因為這個 拒絕配合 國會山莊 所謂騷亂案 的藐視法庭罪 是入獄的 就好像香港的情況 因為有些人 是因為一些 所謂的不義的原因 即是不義的指控 而去入獄 這一位 前白宮 貿易顧問 也是我非常喜歡的 這一位 勒阿羅先生 他也是 獲釋幾個小時之後 去到 Wisconsin Milwaukee的RNC會場 發表了一個 長篇的說法 也都引來 大部分人的掌聲 今天說到為何會入獄 他說 他 令人 相當 激節 賺上他的勇氣 而拜登 他的邊境政策 就是說 令到 很多中國 間諜 由南部邊境 去入境 而綠能政策 綠色能源政策 更加是拜登政府的 新騙局 他說這一點 等於 摧毀了很多傳統的產業 上海的電池廠 江國的 所謂的 奴隸工人 也都任意擺佈美國的產業 這個是 Navaro的演說 也都相當令人贊賞的 所以這些就是我們看到 很多人 在這個地方都已經說明了他的說法 總結來說 從川普 之前說過彭博的 Bloomberg的專訪 一直到RNC的演講 有幾點是肯定他的政策 在中國方面 兩個T TikTok會緩禁 但是 Tarif Tarif 關稅方面 大幅增加對中國關稅60 有些人說50-100% 可能有些地方更加高 這個是肯定會 幾大經濟政策大家注意 第二貨幣會約美元 即美元會變弱 第二 新能源汽車 並非全面佔領市場 所以不會減少補貼 三 通脹 是要透過打油價 石油價格 去達成的 第四個月現在的聯邦儲備局 即聯儲局的局長 這個鮑威爾 Powell 就會去到2026年5月才入門 原則上是不會換他 除非他 做出不正確的事 亦呼籲他 在11月5日之前 不要降利息 但我想降息 即是 減息 是肯定 這個是一個趨勢來的 大家要注意 所以現在黃金價格升得很高 第五點就是利率會下降 OK 就是 全貸利率都會下降 第六就會廢除 拜登的所謂 反通脹法 其實反通脹就是 加通脹法 大家看看 整個2021年之後 整個美國的 通貨膨脹的數字 大家知道了 第七 光能 風能的情況 不如 天然氣的能源 更可靠 第八 關稅的地方 對中國 都說過了 就是 60或者50%起跳 到100% 第九點就是 減少美國公司的稅額 這個不僅是對於富人減稅 中產家級 中小型公司都受惠 第十 擴中保台 始終不變 第十一 中俄 伊潮的結盟 是將會 持續 所以美國要 策略應對 第十二點 就是對中國的關係 尤其是 280億 曾經給過農民 現在就將 給美國農民 徵稅 導致很多錢 給美國農民 這個情況 在特朗普的第2的任期 是會加 加劇的 所以這件事會更加多 第十三 就是 企業的稅率 是會由21% 下降到20% 甚至最低到15% 似乎不同的產業 但不會太低的 基本上是21 去到最低 去到20 減少少 但不會減到 非常低的情況 所以很多人都亂說 一大堆東西 我覺得有沒有看他的演講 第十四點 就是財政部長方面 人選可能會找 汪根大通的一位 CEO去做 但現在是傳言 都沒有階段 15個TikTok 可能在考慮 是緩禁 因為對付 Facebook Instagram 增加競爭 最近朱克伯格 出來就說 其實Trump的這番演說 都相當好 可能這個地方換來 Trump的網開一面 第十六點 大型科技公司 管制裏面 要做大 尤其是 他們怎樣去篩選 內容 去違反法律 用各種的地方 去打壓言論自由 這些全部都要去管制 第十七點 就是加密貨幣 並不是壞事 可能 將來都會繼續推進 加密貨幣的發展 第十八點 是對外的 對歐洲的貿易 尤其是歐盟 非常殘暴 不買美國車 Ford 或者Chevron 根本都沒有 所以他說 唯一農民為了買車 基本上 看到 歐盟對美國 基本上是大幅度的盈援 美國對歐洲的赤字 得高達2000億美金 這個要改變了 第十九點就是 Trumpism 就是 Trump economics 就是川普經濟學 低稅 低利率 振興產業 希望他們返回美國 這個是他們的基本政策 那我想這一點是重要的 我聽說了那麼多 我都希望大家 這節又很長 但是我覺得 很多內容可以和大家分享 那我們下一節再講 關於拜登 還有講一講 另一個題目 就是關於 台灣的 這個防衛 是不是有所截選的問題 這個是大家關心的問題 我們下一節再講